本周要介绍的排行榜书是获得博克莱七日畅销榜第30名 成品书店双周畅销榜人文科学类第5名 书名叫做《社会在走,历史要懂,屡杰开讲》 作者屡杰,出版社原神,出版日期2021年的9月1号 内容简介如下 历史总是不断重演,人性更是不分朝代国籍,相似的可怕 屡杰不仅带你读通历史脉络,更看懂那些古人用血泪教你的事 商周王真的有那么坏吗?周幽王真的是放烟火放倒的吗? 本书从传说时代开始,走过三皇五帝,历经夏商周,极致诸子百家真名 最擅长讲古的历史名师屡杰,以丰富的故事,轻松有梗的湘民语言 让你读通远古时期,到文化奠基时期 听屡杰老师开讲,历史不再是破碎的片段文字 而是一部高潮迭起的小说,不用死背,也牢记不忘 古人的人生历练,更仿佛一部社会生存说明书 让你读史,更读懂真实世界生存之道 关于人生,屡杰说 史上战争有成功的叫变,没有成功的才叫乱 成王败寇,千古不变 悲剧英雄再怎么英雄,本质上还是个悲剧 只有实力才是王道 任何技能,只要你用心钻研下去 都有出头天的机会 哪怕别人觉得微不足道,冷嘲热讽 人生是你自己的,旁人观点,感情合适 关于逆境,屡杰说 人生不是偶像剧 谁跟你说好人就一定会赢 是谁给你这个结论的 在人生的旅途上,有时候示弱也是一种哲学 乌龟比气长嘛 失败与挫折是给成功人士讲故事用的 不是让你自怨自爱,咀嚼悲伤用的 当你重新站起并迈开大步向前走 就是千金散去,还复来的时候了 关于职场,屡杰说 换位子,换脑子是很正常的 因为位子不一样 你所掌握的权力与资源不一样 责任也因此不一样了 高度不一样,景色也不一样 海拔五百公尺和海拔两千公尺 直批能一样吗 当你的上司长官拿着鸡毛蒜皮 为不足道的小事借题发挥时 你不要只会说 这够笑诶,别理他 很多时候不是这个人的个性有问题 而是别有所图 关于实力,屡杰说 怎么让别人信守承诺呢 不能只倚靠对方的人格 而是必须让自己强大 唯有你强大,别人才会不敢悔诺 所以如果别人常常失信于你 不是你人太好,而是你太弱了 有power的语言能让局势翻转 取得更大的力量 所以问题就在于 你要怎么样让自己的语言 有穿透力,影响力,传播力 这才是人生最重要的课题 关于爱情,屡杰说 维持婚姻的秘诀只有两个字 吞忍 结婚典礼需要的是喜悦 维持婚姻需要的是吞忍 结婚不是1加1等于2 而是两个0.5加起来等于1 别用忍耐来测试另一半对你的爱 别把人家对你的爱 拿来炫耀自己多有才 如果他真是自愿的 那也只是因为对你的爱战胜了一切 请付出真心,珍惜,关怀 本书特色 最受欢迎的补教名师吕杰 这次真的要来教你历史了 前作 歌教的不是历史 是人性 长距各大排行榜 口碑横扫全台 2015 成品双周畅销榜心理励志类TOP 2 2016 博克莱年度畅销书TOP 10 2018 金石堂心理励志TOP 100 从朝代兴衰学会耐错力 从人物成败 看懂人性 读历史 不只是为了考试 更是修炼在社会丛林里 安身立命的生存之道 作者简介 吕杰 知名补教历史老师 中正大学历史系 中正大学历史学系研究所毕业 行脚类历史节目 旅读台湾主持人 因活泼的教法 与贴近年轻人的语言 而在网路上广受喜爱 脸书粉丝页 与51万人追踪 网路教学影片 浏览人次突破千万 他认为历史该教的 不只是认识历史 而是该认识人性 并且常用犀利的角度 来剖析各类事件 因而被票选为 最爱补教名师 著有割交的不是历史 是人性 社会在走 历史要懂 屡结开讲 内容试读如下 序 历史能帮的 不只是升学考试 更是人生的考试 历史是个 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或许对大部分人来说 就是这样 但对一个学历史的人来讲 我们的工作 就是帮这位小姑娘卸妆 有时候近乎毁容 上周王真的有那么坏吗 周幽王真的是 放烟火放倒的吗 一直以来 我们的教育体制 都在要你学 但鲜少提到 怎么思考 怎么用 如此一来 历史变成了 枯燥无味的年代 与人民 只为了应付 一连串的考试 或是一次考试 而我们往往都在追求 一个标准答案 或者是在上位者 给你一个标准答案 构成一段历史 必须有三个元素 史料 史时 史观 我们用史料 来还原史时 用史时 来发展属于你的史观 你必须透过思考 来得到属于你的观点 这段历史 才会变得有意义 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会想读历史系 为什么会对历史有兴趣 嘿 你哪一只耳朵听到我说 我对历史有兴趣 回想大学联考放榜那一天 我看着榜单 愣在那里 我考上了 从来没有想过的历史系 没错 我填错志愿了 听起来很荒谬 但却异常真实 在踏入补教业之后 历史支持着我的生活用度 而在有了小孩之后 我开始思考历史 可以带给学生什么 是为了考试的时候 多对一题 多拿那两分 三分 五分吗 不 我希望历史能帮孩子的 不只是升学考试 更是人生的考试 读历史是件有趣的事 往小的讲 当你感到失落 低潮 觉得自己身处 十八层地狱的时候 就翻开史书 找一个比你更衰的人 你会发现 原来地狱还有第十九层 痛苦是比较出来的 当你觉得人生攀上巅峰 志得意满时 也可以翻开史书 你会反思自己的渺小 与微不足道 往大的讲 一个决策 政策的推行 你想了解成效如何 可能要三五个月 甚至是三五十年 读历史 你只要翻到下一页 就知道结果了 是不是很有效率 太阳底下 没有新鲜事 既然有潜力可循 照猫画虎 并非难事 但如果少了思辨 这个环节 可能就会 嗯 画虎不成反类犬 历史就是故事 我们都喜欢听故事 也在故事中得到启发 而且历史是公平的 不管当代的诠释者 怎么去打扮他 掩盖他 总有一天会还他公道 虽然迟来的正义 不一定是正义 但他可以给我们一些警惕 说实话 写书是一件非常硬的事 这本书我写了四年 不是我很认真 而是因为我斜杠的非常彻底 翻译成白话文叫做不务正业 虽然早就过了最后的交稿期限 但出版社依旧耐心等待 只是虚寒问暖的次数增加了 今年2021年5月母亲节过后 新冠肺炎疫情大爆发 台湾也瞬间被按下停止键 我所有的工作因而全部停摆 以往的忙碌也化作无奈的沉淀 其实就是每天在家 没事就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滑手机 活像科家大的麻吉 就这样两三个礼拜过去了 在一个白天没事干 晚上睡不着的深夜 我坐在阳台点了根烟 曾经那个少年四十岁了 三少四壮 我还有多少时间能浪费 如果有一天默然回首 我会怎么看待这段日子 疫情总有一天会过 再这样摆烂下去 我以后还有意志力 行动力 面对挑战吗 疫情之下 我还能做什么 我对自己做出了灵魂拷问 于是乎我开始写书 完成那未完成的稿件 哥教的不是历史 是人性 只是我在教人性的过程中 拿历史出来举例而已 千古历史在变 而人性不变 现在发生的事情 以前一定发生过 以前发生的事情 以后一定还会再出现 只是用的工具不一样而已 这本书将从远古开始进入 带着你一起走入历史 帮你面对人生的每一场考试 内容是读第三章 史上第一次革命 商汤伐节 三 商朝的终结 史上最黑 咒王 讲到暴君 我们通常会称之为 节咒之徒 也就是下节和商咒 是这类型帝王的代言人 但真是如此吗 司马迁在史记写道 帝咒滋便节集 文见圣明 财力过人 守格猛兽 如果要用八个字来形容商咒王 那就是高大威猛 智力超群 帅哥 而且可以徒手跟猛兽单挑 除了武松和英村守以外 我还没见过这种人物 咒王继位后 其实颇有贡献 历经徒制 致力于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并且抵御外入 扩张领土 将商朝的势力范围 推广到淮河 长江一带 打破阶级任用平民当官 并且诛杀 流放一堆为非作歹的贵族 这些不管放在哪一个朝代 都是不输秦皇汉武 唐宗宋祖的明君圣主 那怎么会变成暴君的代表呢 还留下 好久迎乐 酒池肉林 残害忠良 杀人为乐 等评论 到底商咒王的人设 是怎么走终的 商咒王最为人所知的是 大概就是和打己的荒淫 酒池肉林 还有杀害收束笔干的故事 但我们说句实在话 美人傍身 干点余欢之事时 属人之常情 酒池肉林的记载 出自司马迁史记 以酒为池 玄肉为林 使男女裸 相逐其间 为长夜之影 就是说 有个池子装满了酒 然后一堆柱子上挂满了肉 让你无限享用 诶 这不就是我们去日本吃烧肉的饮食放题 至于使男女裸 相逐其间 看起来的确是淫乱不堪 不过你要知道 当年没有严格的婚配制度 所谓婚姻 是在周公治理坐月之后 才逐渐成型 去看诗经就会发现 古代人对性是很开放的 诗经里面描述很多 那个年代拔妹的招数 而且不只是拔妹 聊歌也不在话下 碍于尺度我就不明讲了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去查一下诗经正风 好了 我知道讲到人家心痒痒的 然后进广告 是一件不道德的行为 所以呢 让我来跟大家脑补一下 注意 这绝非低俗 而是高雅的诗哦 而且是通过新闻局 孔子电解筛选的哦 《诗经正风》里有这么一句话 女约关乎 誓约寄居 在这首诗里 官字同欢 不管是通同字 还是写错 它就是欢的意思 居这个字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男性的生殖器 祖是士加居 士是神的意思 所以祖就是对男性 生殖器的崇拜 这些可不是我发明的 是李敖大师的研究 那女约关乎 士约寄居 这两句话怎么翻译呢 用现在的说法就是 约吗 嗯 已经约过了 所以不要用儒家那一套道德观去看咒王 他比孔子早了五百多年啊 严格说起来 咒王不就是提供九识无限畅饮 再加上符合那个时代风格的彻夜狂欢而已吗 商朝出土的甲骨文并没有发现有关打击的记载 周五王讨发商咒王的誓词只有提到 商王受为复言适用 也就是他听信枕边风 妇人甘震 这摆明是性别歧视 商朝的女性地位不低 可以当官 也可以拥有封地 所以根本没有后宫甘震这个观念 那杀害忠臣彼甘又是怎么一回事 彼甘是商朝的宰相 咒王的叔叔 相传他是被咒王剖心而死 但是根据中国夏商周断代功臣研究 他比咒王晚死十年以上 这是用明朝的剑来斩清朝的官啊 而且屈言也说彼甘是投何自尽的 在在都显示彼甘的死跟咒王没有关系 商咒王教我们的事 其实当初武王伐咒的时候只写了四大罪 后代却纷纷开始黑咒王 在历朝历代的脑补之下 变成了七十多条罪 其中黑他最严重的就是司马迁的史迹 和封神演义 司马迁根本就是黑咒汉将 黑咒产业链的极先锋 孔子的爱徒子贡曾表示过 咒之不善不如誓之甚也 誓以君子物居下流 天下之恶皆归焉 白话就是咒王应该没有那么坏 但是一旦被贴上恶的标签 所有坏事都会算在你的头上 当年毛泽东就是用这招对付他所有的阵敌 斗臭斗烂 当你被斗臭了之后 你就是个烂人 我怎么说你人家都信 俗话说谣言止于智者 但这个世界上智者不多就是了 所以形象管理真的很重要 由于我们都不是圣人 所以别把自己当圣人包装 我向来坚持自己是个凡人 而且是个有点痞的凡人 小打小闹友 大奸大恶不敢 有点道义但谈不上道德 基于这一点 大奸大恶之名要安在我身上 了解我的人是不会相信的 那不了解我的人呢 解释也没用 如果每一个人都要去解释 那我不就比派出所还忙 周王的故事不是教我们 怎么避免被泼脏水 而是要学会不去泼人脏水 对于不了解的人事物 不要自行脑补 不要妄下结论 人云亦云 散播谣言的人 跟制造谣言者 没什么差别 网络时代很多人都喜欢撑热度 在第一时间发表高见 并举起正义之剑 砍向一个你根本不了解的陌生人 或许三天之后 案情逆转了 但是当事人早已被名誉处决 而这些举剑者 我们姑且称之为剑人吧 刀剑的剑 又能做出什么补偿 顶多默不吭声 或默默删文 假装没这回事 但他们不知道 你不杀伯人 伯人却因你而死 对很多人来讲 名誉处决的痛 并不亚于真的被砍两刀 那对我来说呢 不好意思 我是个痞子 被骂不会痛 不要打我就好 在你还没有办法离群所居 跳脱轮回 争于涅槃之前 这个红尘俗事 本来就有很多流言蜚语 我们只能让自己内心强大 不要剥离心 毕竟人家在背后说你 不正表示你在他的前面 以上就是本周介绍的畅销书 书名叫做《社会在走》 《历史要懂》 吕杰开奖 作者吕杰 出版社原神 出版日期2021年的9月1号 按照片